1980年年初 有几位国内的朋友们就告诉我 一家新公司叫南韩营业 他们正在做一部剧原野 那个时候当然非常喜欢草语的话剧 我也看了原野 根据草语改变的电影原野 是个女导演的处女座 就马上说我可不可以跟林子认识一下 这位年轻的女导演 真的特别适合做第一部独立影片的导演 我真的那个时候觉得 中国终于有非常强的 非常活泼的一批新的女导演 我记得很清楚 1981年原野去维尼斯的时候 刘晓晴一开始上红弹 这混动了整个的西方媒体说 太漂亮 我真的觉得每次有新的中国女明星出现 西方媒体会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全球最美丽的一个 元素质 全球最美丽的女啊 这位知道策略上的美丽的一批